一施群起抗争还没结束 南韩首尔市中心汝伊岛 周日下午人声鼎沸 受不了政府政策 事前统计下午将聚集大约两万人 特种警力早早现身待命 面对怒火中烧的大批医师 不满政府要求医学院扩招2000人 恐酿资源分配不均 全国9000多名医师干脆罢工 抗议至今将近两周 医疗真空政府被迫寄出对策 时而寻寻善诱 时而强硬 最新又在网络上公布13名 不愿反攻医师姓名和执照号码 南韩政府周日再寄出三对策 调销医师执照调查和起诉 日前才搜索扣押医学会 接下来恐让更多人吃上官司 普遍社会大众难支持医疗界 因为有家属认为白色巨塔收入顶峰 却是忘恩负义不顾病患死活 现在军医急诊室开放协助救治病患 尽量弥补缺口 TVBS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